接下來就是錄製美元聚期 所謂的錄製美元聚期的話 實際上就是因為我需要畫10個 有沒有10個欄位 10個B欄到K欄 每一個都會對應日期 日期都固定的 只有它裡面的匯率不一樣 每一個都要畫一個圖 像我剛剛是什麼 插入先把這兩個選起來 習慣上Ctrl去向下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折線圖 但是問題來了 產生完之後我要搬過去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可以 就是不要每個每個都自己畫 最好是可以一次全部10個幫我畫好 放在固定位置最好 怎麼做 接下來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當然如果你要做到這件事 請你先錄製聚期 那怎麼錄製 一請你先選取A1跟B1好了 Ctrl去向下 先把範圍給他 先選 然後再來的話 開發人員這邊錄製聚期 然後給他一個什麼 我們錄下一個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比如說就是美元 美元的折線圖好了 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 你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插入折線圖選這個就好了 就做這個動作 按這個點一下 好可以停止了 其實錄製聚期 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插入這個折線圖 停止錄製 好 那停止錄製之後的話 接下來在聚期裡面 可以看到美元折線圖 你把它編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他錄下來 實際上就是這兩行 其實主要有幾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 當然如果說 他其實這邊錄下來 這個美元折線圖 我把它刪掉一下 折律著掉 那如果我要再執行他的話 你會發現再執行 他就出來了 OK有沒有 所以呢 我其實 不過這邊可能注意一下 他這邊有幫你折行 這個空白加底線這個可以刪掉 讓他換到上面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分析一下 他其實呢 主要就是增加兩行 一行是 add char2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後面刮鬍指的是 他是要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所以這兩個參數是 他要的那個圖形的樣式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有個set source data 指的是資料來源在哪裡 資料來源就是在 在這個是一個什麼 一個工作表名稱 所以我現在工作表名稱 好像是這一個啦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 這邊蓋住了 就把它稍微小一點好了 OK有沒有 就這一個 金湯號的話前面指的就是 所以將來你這個名字太長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資料跟圖 是放同一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這個是可以刪掉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留下什麼 留下哪一個範圍到哪一個範圍 甚至連錢的符號也不用 我錢的符號拿掉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爽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的資料在哪裡 在A1到B33 所以有沒有 這邊剛好B33 Ctrl向上A1有沒有 到B的Ctrl向下A33 那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執行它的話 它會幫你畫在這個位置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畫在這裡 我希望它能夠幫我怎麼樣 把它畫在另外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就是可能M1這裡吧 所以我們可能會先搬到這裡 搬到這個位置 M1的位置 那如果你要把它搬到M1的位置 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怎麼樣 只需要呢 把剛剛的這個程式 再加兩個參數 哪個參數呢 這邊後面加逗點 第一個的話是它的 就是坐標 那如果M1這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寫 就是先跟它講說 我要把那個圖 放在M1的這個儲存格 那你要跟它講說 它的水平位置在哪裡 一般習慣會有一個 一個屬性叫Lapt Lapt指的是 就是在M1的左邊這一條線的位置 如果你加這個的話 它就幫你放在M1的左邊這一條線位置 我如果執行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放在這裡了 那問題 我不要在下面 我要在上面 就是M1的上面這一條線的話 那你再加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就是在後面這邊 剛剛加這個M1.Lapt對不對 那如果逗點 如果要放在上面這一條線的話 那其實也蠻簡單的 上面嘛 上面英文叫什麼 Tub 就Tub 然後你把它加上這個有沒有 執行 有沒有發現 它就放在這裡了 所以其實你只要再加兩個參數 一個是左邊的位置那一條線 那Tub的話是上面那一條線 就放了 第二個是說 老師那個寬度我想要調整成10欄寬 那所謂的10欄寬大概到V吧 所以大概V這個位置 那10列高的話就是這樣 10列高 可是如果我每天都要這樣自己調的話 哇 蠻辛苦的 那如果說我要讓程式自動幫我調的話 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一樣 剛剛不是加了兩個參數對不對 那第三個參數就是它多寬 多寬喔 所以一樣 我們根據M1 因為這個寬度都一樣 所以我用M1當基準好了 M1這個儲存格 的寬度的話就V10 W開頭的 WIDTH有沒有 可是我要幾個寬呢 總共10個 所以你就乘以10 乘的話是星號 它就會時然寬 所以你如果執行的話 它就會剛好到V有沒有 那可是列高的話 列高要10列 那10列顧名思義啦 就是下一個參數 下一個參數就再逗點一次 逗點 然後10列的話呢 高度的話就是這個有沒有 它有一個屬性叫H開頭 H開頭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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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HT 這個 那幾列呢 10列 所以乘上10 好 這樣的話呢 美元則線圖就 繪製出來了 執行一下 美元OK的耶 有沒有 那你想說人民幣怎麼做 人民幣的話就是再把美元複製下來 改一個什麼呢 其實不用重錄啦 你就改人民幣 這個改成人民幣好了 那人民幣的話 它跟美元有什麼差別呢 第一個是它的坐標 必須要放在M 應該這個是什麼 M11吧 那寬跟高度一樣 所以其實改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改成M11 Labs跟Tab就好了 其他不改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改 那第一個執行看看 不過還是美元 那怎麼樣改成人民幣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 它的Source後面有沒有 它現在是A1到B33 可是我現在要的是 日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A1到 一樣 日期是A33 所以改成A33 那C欄的話 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C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分開來的話 你不能像上面一樣連在一起 而必須在中間加一個痘點 跟它講說 我第一個範圍 就是日期 從A1到A33 那人民幣的資料 從C1 冒號 C33 那這個指的是第二個欄 這第一欄 第二欄 OK 所以我們來執行看看 OK 應該知道意思吧 這個地方改一下 改完之後的話 再把它執行看看 那人民幣有沒有出現 人民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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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已經很接近了 再來就全部了 OK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差異 哪個差異呢 這個地方原來是1 改成11 A1 這兩個 然後這邊 這邊其實可以改成跟下面一樣 如果要改成跟下面一樣的話 應該改成怎麼樣 A1到A33 然後這邊改成B1到B33 有沒有 等於是把它兩個拆開來 那一樣我把它刪掉一下 這個deleteer 然後再跑一次 美元折現圖一下 OK 然後人民幣 所以後面我們要寫一個什麼 全部折現圖 對 我剛剛在想 全部喔 那 等一下 全部折現圖的話 那就是關鍵的 如果你可以把全部折現圖寫出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就簡單了 全部 就是把變數改一下 就是做一個 應該有兩個地方會變 哪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對這個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是這個 B變成C C變成D 那全部折現怎麼寫呢 好 自己想想看好了 先到這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會發現 好簡單喔 事情就整個就變成 這個你就不用每天在那邊畫圖了啦 OK 不然的話有很多人每天在那邊插入圖表 然後一直在那邊做很多很多動作 才能把圖給畫出來 實在是太浪費力氣了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試著做做看